经纪人是帮助艺人签项目以增加收入的 而宣传是需要艺人投入资金去营销的 所以当艺人处于温饱阶段 且并没有代表性作品时 虽然大家都清楚宣传很重要 但还是难以拿出微薄的收入 或拉来资金去支撑宣传工作 所以这个时间段艺人磨练专业技能 并让经纪人拓展业务资源才是最重要的 当艺人开始处于事业上升期 那一定是某个作品爆了 尤其是促进事业上升的那个作品的宣推期 宣传就特别重要了 一定要配合作品宣推的节奏 进一步加大艺人的曝光并突出艺人的亮点 同时当艺人得到了咖位的进阶 也将面临舆论巨大的考验 艺人的优点和缺点会被同时放大 因为爆红带来的巨大流量和关注度 艺人也会被很多营销号断章取义的做新闻 这对艺人宣传的舆情检测和危机公关的能力 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艺人成熟期若想再进一步或维持事业的稳定性 需要做的就是茶漏补缺 若艺人流量大人期望 那就要在专业能力和口碑上做加持 若艺人口碑强 那就需要在破圈程度上做加法 这个时期对艺人经济和宣传能力的要求都会增高 且两个岗位要相互了解彼此的专业 宣传就相当于根据艺人特点进行设计包装与展示 经济则是拓展渠道去销售并洽谈业务 上下游的环节打通 才能经得起文娱市场的考验 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 就工俊而言 他宣传方面一直是欠缺的 我个人觉得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不想 工俊本人不想力短平快那种可以快速引爆的人设 和夸大泡沫式营销宣传 求是一般很难达到快速引爆的效果 二是不能 平台才是真正的流量池 媒体才是真正的宣传推手 若本身不是处于同一利益链 那再多的谋划都是枉然 在自己擅长的板块和专业领域求精拓时 路将越来越宽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